第二場賽事都簡單研究過 接下來第三場 曾經去過重化馬 分別有六號、九號和十一號 四號馬的海運之星也曾經去過重化 不過都是較早時期的事 十一號一代莊主 肌肉疼痛之後轉了馬房 這組四班千二的草地賽 都是新馬多 二號馬、十二馬 三號的創高峰初大眼罩 四號海運之星初大頭罩 初用環營漢不鐵 五號有理同行也是初用環營漢不鐵 六號是王者心聲 頭罩有 蔡漢這些都是環營漢不鐵 再數下去就是十一號一代莊主 除了防山眼罩 又是澤利有的 四重彩的必馬膽 選了一隻獎金大王 先看獎金大王 可能真的能吃到一些斑 但其實那些暴資 我覺得他不是千二 可能千四會好些 但千四對手強 現在欺負年輕人 三、四歲的馬 潘頓這麼好守風 看看這隻十二馬的試襲 中路見到嘉應風彩 外面美麗滿分 較後位置有利同行 四月二八號的集 約莫是兩個星期前 十二馬這一個集 放在前面走 今次他會增情 但我相信他到跑 他不會放在前面走 最後迫一下他的馬 都挺硬的 都能夠保持走勢 美麗滿分高分 沿路走外踏 回來他都湧上來 嘉應風彩都不錯 在馬嵐中間 都有一些小小按住按住 天生一堆 參若名下 這些馬都試得好 二八令前面 還可以放鬆了 這隻馬 現在其實就一路一路進步 問邊問邊 看看會擺前還是怎樣跑 再來看看這隻 就加了眼罩的創高峰 這貨就昨天早上出跳 但對他的刺激 感覺上就不是太大 這隻側身馬 都要等等 移槍飛驅 對我刺激大一點 我覺得好像這樣洩發 好了 再看看這隻天天精彩 後面海運之星 海運之星也都已經 很早已經有個頭罩給他 他可能 他之前不是就在蟲化 他泥襲都沒有 泥襲是差一點的 草襲他可能好一點 都不是太喜歡吃沙 還有之前我記得 這隻馬去了蟲化試襲的時候 那些入閘都挺糟糕的 回到來不是說完全沒有的 那麼小小比一下 那麼他有一些 但是一收 那麼他接著又不多了 我都記得他之前 集低了一些蟲化入閘之前的情況 他都是有這個問題 就是比較有脾氣的馬 那麼他都有些見頭 這隻海運之星 翻步似乎就比較慢些 樣子挺好的 外地其實在紐西蘭試了四個大閘才來的 好 跟著看看精彩飛動的橙衣 外面那隻就有理同行 有理同行 我們試過一個大閘的 2019年7月 但是你看看那些馬 那些翻步 最出紅帽 尾衣那隻 一直在蝶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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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他一邊他還搶一搶 那回來後其實就不是太多 即是你用死一邊的力 那馬只會在那邊罩,也不像那麽快腳 正彩飛動慢慢進佔上第四位 流放各樣都可以,沒說很搶口 再看看這隻有理同行走入面那隻 其實你看他的動作真的 他好像自己很浪費力一樣,跳起來 藍的步是很闊,但是很輪盡 馬身也還沒收 1217磅,看看他跑得如何 再看看王者心聲,裡面紅磚勇士 外面還有一隻飛黃巨星 紅磚勇士有眼罩 王者心聲也有眼罩 至於這隻王者心聲,在前面 地上有點濕,一捏一捏,他自己換了腳 他就很早已經帶了一個意圖去試襲 即是那個頭罩去試襲 很多貨都擺在前面 松化也是,香港也是 就算慢了,跟後面試那些松化襲也很好 進度來得很好,馬刀 三歲千二就千二,都是貴尾 對,阿塞有三隻這些D步大號碼 332,333,335 三隻都肯定是好東西 這幾隻其實很純熟 沒什麼特別的皮膚 在松化教得不錯 紐西蘭已經試過一次大閘 好了,再看信心滿不滿 其實這隻馬也挺好的 不過你好像很緊,那隻馬 即是還未鬆得到 看了他跑,希望他會脫到口 再來就是楊明冠雀 也是見習學員試 跳起來的馬頸還是很緊 整個動作欠一點順滑 可以再放鬆一點 他叫做新馬那堆跑過一場 好了,這隻就跟柔柔 好了,二套、紮利、色水就一般 還有一些喜歡扯高頭的馬 都是先看了 這些季內會贏東龍鎮 慣例都是靠近一邊,貼了一雙欄跳 因為這隻馬有時候會有點耐閃 富裂馬斯也很習慣 都還可以 那是這隻走入內蘭 他遷到僵口跳得對,他還可以 好了,接著看這隻一代莊主 我覺得這隻馬,無論在上手馬房也好 怎樣也好 可能之前這些健康 有幾類不知肌肉什麼的 肌腱有些問題 接著你讓牠休息 接著一直在蟲化 慢慢養下去 其實一直下來 在上手馬房之前 牠不是很差的 但是有這些卡住了 嘗試再轉一點,養牠多一點 不過牠在上手葉初行那邊 就跑了中距離為主 一轉瘋癌磨馬上了蟲化 所以我們都很少見面 這幅加了個面箍走 都挺順 遲些 很難說 現在才去大摩 看看牠如何 威武盛傳 這隻也是 牠開始的口沒那麼緊 耳吐、鼻枯、摘舌 配件一向都比較多 那繼續來到第三場 四班千二米 這一組其實也是 說真的跟頭場都差不多 又是四班千二 選擇上手的馬 遼遼可數 那掌金大王 我自己都選了他 做四重彩那些馬膽 說真的 是不是很特別 或者很超級 一定不是 不過你放在前面 靠軍速艦 下班 可能已經夠了 條件已經夠了 側身就是二和六的 兩隻都傾向好樣 離得快的馬 特別是那些王者心星 我更加會 提高一點點這些阿塞的馬 因為剛才我提到的幾隻側身馬 全部都做得很順滑的 你見些試襲 進來自己都會換腳 回來走勢又很直 回到去走圈 也沒有收停回去 都沒有特別脾氣亂農 所以這些馬真的挺吸引的 譬如現在 一號馬獎金大王 我不知道你怎麼想法 譬如你覺得他穀草千二 賺了內蕩 千四放在前面 是不是真的想下班 還是怎樣 現在叫做球人得人 下班 減了兩分 下來跑 是不是比對之前進步了很多 我覺得 都是差不多 不過他叫他跑過 有近跡給你支持 還有好像潘頓 一路躁 好像都很認真 正如之前所說 就是博愛有威 其實他一直操 不過我覺得早上都是一般 好像都不太聽話 但他一樣都能夠贏得到 有時候就是可能 靠這些東西夾夾賣賣 那就叫做機會馬 二號馬 十二馬肯定是好質的 但是他真的不幸 你跑轉彎賽 他撿了個十檔 你要想一下他怎樣跑 王者心聲初出好 另外十二號 我覺得這隻威武承傳 他是有些進步了 沒有那麼死的口 希望他可以跑得好些 第三場賽事都簡單研究過 有些人 海運之星的父是Delga 鬥勁 好新的總馬 鬥勁是在法國跑的馬 他是Anna Bar的兒子 服役的時候 就贏過四場賽事 由1400米到1600米 最高競賽成就 就贏到三級賽 至於海運之星的母系 Iris Riefer的女兒 曾經在英國上陣 就沒贏過馬 但在2000米和2400米的長途賽上的名 母線家族的成員 有些馬都挺厲害的 包括藤爵士 Telvis Dock 這時候已經是馬王富系 因為明月千里的父親就是藤爵士 另外這批著著領先 在我們早幾年的粵陽直播賽事 都出現過 在滿利谷金杯 2500米的二級賽 他贏過兩次 而母系家族的其他成員 還有一批大威風來到香港 雖然跑得一般 但在紐西蘭也贏過一場千一米賽 所以夾了父母兩線 這批海運之星 初期跑短途開始 跑下去有機會的性能 拉長一點路程都可以 一理或以上 可能更適合他發揮 羅夫全馬房的初出馬 上季一出職職馬都挺多 有五匹那麼多 他們就是繽紛遊戲 正本開心 再遇歸來 大眾歡呼和精神威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雖然沒有一出職職馬 但初出上到名 有五匹那麼多 他們就是共同分享 進龍區 翡翠鳳凰 超勁勇士和超威星 有你同行 除了是 All Too Hard 情深義重的指示之外 亦都是現役馬 王者騎兵的同母兄弟馬 王者騎兵 今季就贏過一場跑馬 地千二米賽事 而情深義重一族 今季表現挺好的 出了一匹福日 原來都挺高班的馬 另外南莊加好 閃電精靈都贏過馬 近期十二馬表表馬 這些馬也上到名 情深義重一族 大部分的馬 暫時來說也是 比較早熟跑短途賽比較好些 至於有你同行 除了王者騎兵以外 其他母兄的家族成員 他沒有是 就贏一千一百五十米的短途賽 還有那些成員 其實就不是那麼局限於跑短途 個別有些 贏到一里 甚至二千米或以上 屠程的賽事 都贏得到 所以結合了副母兩線 為甚麼有你同行 就這樣看下去 始終短途馬比較多些 會挺早熟的 但跑下去 隨著年紀的增長 場力有可能會有些 可以增加得到 去到千四米或一里屠程的賽事 他應該都應付得到 取石馬房的初出馬 近季表現就一般 由上季到現在為止 其實都沒有一出即勝馬 但上季有初出上到名的馬 有兩匹 他們就是擁抱所愛 和閃電列馬 王者深星的一份 Magfey馬勁飛 這是馬今季的表現都不錯 應之星、元朗之星、清新動力 贏過馬 另外勁加加自然君子 也經常上名 馬勁飛一族來香港這幾季之後 看到暫時都比較慢熱 似乎中距離賽或長一路程的賽事 適合他們跑多些 至於王者深星的母系 Vuxford的女兒 曾經在紐西蘭贏過四場賽事 贏了千二米和千四米 他亦是表列賽上名的 無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有一對馬在紐西蘭 跑短途賽很厲害的馬 大約在千禧年代左右 他們就是Vinaka和Valu 這兩兄弟全兄弟馬 這兩兄弟Vinaka的競賽成就高些 在紐西蘭贏了鐵路讓賽和電信讓賽 兩項最高榮譽的短途一級賽 他都贏過了 所以結合了父母兩線 王者深星看起來就不像跑得很長的馬 似乎中短途賽比較適合 性能有些機會像英之星或者元朗之星 中短途賽比較適合跑 長力有些機會搬到千六米 王者深星來香港之前 在澳洲曾經參加過一次試襲 在維省市 當時跑第三 和他一起試襲的第一第二名馬 第一名那匹之後在當地都贏了兩場頭馬 蔡若漢馬房的初出馬 近季一出即勝馬都不少 上季有美麗滿載、聖德精彩和大軍閥 三匹一出即勝馬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有一匹美麗非凡是一出即勝的 作詞・作曲・編曲 初出馬 作詞・編曲 初出馬 作詞・編曲 初出馬 作詞・編曲 初出馬